独家事隔五个月在裁员第五大会计施行被指返口高层亲回应,会职一职也在创卖蔡英小时。 而据了解,不少留任员工年内一无的升职, BDO审计部新任董事总经理林洪恩独家接受香港01电话访问亲政事件, 并表示好坦白讲,做着一个挤困难开决定。 但对于今年五月,高层原本曾承诺短期不在裁员,他则另有回应。 林洪恩回应指,每年十月左右,都是公司进行财务预算的时间, 在过程中,会是乎员工工作量及公司营运模式, 在不影响客户服务及所有持份者, 包括监管机构的任务及承诺下,小心损失过人手需要。 好坦白讲,做着一个挤困难开决定。 做着裁员行动。 他又指,裁员行动涉及三十人,并涵盖各部门及各职级, 但以审计和属部门最多。 其一致是,和受部门虽然最多人被裁, 但安比利各个部门都差不多。 同时强调,可以将行动做完之后, 无会有其他为减省人力,减省资源开行动。 例如好似放无新甲,减人工,完完全全无会习那各计划入眠。 高层五月曾承诺短期不在裁员林鸿恩, 递返人手安排。 同时重申,今次那各做法细拍的公司财政预算, 递返人手安排, 其中长线我都希望香港经济会好反。 对于公司升职人数小的传闻, 其郑重回应指, 我可以好负责任讲, 有员工因为表现或需求有升职, 我卖个关子,必小少耐心。 当今年无人升职或者的好少人升职, 那杨亚西不正确靠。 对于后市及行业前景, 他就为无人有一个水晶球, 但指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定位无改变, 一好难取代。 但习那各大前提下, 香港被靠祖国, 经济好受大中华区影响。 习疫情后, 那个区域经济未完全恢复过离, 已有地缘政治影响, 便向中短其方念未复原。 而政府都经济努力去赶上, 加快经济复苏, 中长线我米文西北关卡。 如果根据罗里香港Pickup Fund, 我米都文排除可以再次增加人数。 员工不满公司返口透露今年无名人有殖身。 其又不满足, 明明之前同里米01张, 都花文在台湾, 但一家又放口, 神西米将个文算数。 留得低看人, 一个要定几个人看也离坐。 好听证话, 今年无名人可以生日, 我米有没有可能恩信会一郎。 五月以裁员一次, 同设三十人。 其实, 力信德好在今年五月港股业机期刚过时, 已曾进行过裁员, 涉及人数为三十人, 当中被影响的部门主要为审计及其他咨询部门。 当时, 时任审计部董事总经理陈锦荣曾向香港01强调, 但其公司无意进行第二轮裁员。 他又表示, 看到香港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希望会继续好。 但由言在尔, 仅五个月过去, 公司即迎来第二波炒油。 而陈锦荣益于上月三十日先不退休, 留任公司顾问一职。 资料又显示, 力信德好近年收入持续增长, 2020年按年升3%, 去年增长增速至16%, 虽然幅度较2022年的19%下跌三个百分点, 但已是近年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多谢大家开观看, 如果你喜欢那个影片, 记得逼个赞同订阅我们一开屏, 到啦下次再见。